歡迎收看這一集的台台SOHO 本宮是美顏動人太浪黃對付 退校 放肆 不容本宮放肆也放肆 他是美麗天皇阿蓋 我覺得我這輩子沒有看過甄嬛一個 我是一個娘娘的合作家 我上班還會偷看 你偷看個屁啊 等一下 而且你不是飯店業者 我是飯店業者 我第一次看甄嬛的時候 看到甄嬛跟皇上談戀愛我好排斥喔 我覺得劇本有一個設定這個年紀很棒的東西 四十幾歲的人要的東西跟十幾歲的人 就是你有沒有發現 你不管看幾次 你每看一次 你得到的東西跟關鍵字 新的 都會不一樣 因為我每次看的時候 我都會給自己一個目標 像我這次看 二十幾次還有目標嗎 可以啊 然後某一集我想要站在房後 就是無拉拉拉一集的角度來看這部戲 我發現你會看到一個新的電視劇欸 你就可以去揣摩皇后代來想想 本宮農業 關你什麼事 翠國 打爛他的嘴 就是為了真煌我跑去紫禁城 然後 我才紫禁城玩了一天 紫禁城值得玩一天 當然 你可以在錦仁宮裡面跑來跑吃 對 在錦仁宮裡面放肆 你還可以在長街上打人 沒錯 還跪在長街 反而跪 你為什麼要跪在長街 你忘了你進城 他們有租衣服你知道嗎 他就說 欸這位爺爺你要租的是那個 皇上的還是王爺的 我就說 本宮要貴妃娘 重點是我還穿著那個衣服 然後看到一個小妹妹她穿就是 她應該穿格格就很像公侶 然後就在 妹妹姐 她的姐 沒睡覺 把人家的閨女人當什麼 然後我同事就說 欸你們要買什麼 然後我們就買完大家想買的東西 我就突然改 我就突然說 欸那我可以買東熱膠 你買什麼東熱膠啦 那不是有懷孕的人在吃的嗎 不是東熱膠也可以怎麼滋陰補羊 就是一朵欸 你自己看甄嬛裡面是不是每個人 啊皇上也會吃 什麼病都可以吃東熱膠 而且我一開始以為他真的自己的東西 他沒點置入 東熱膠就是置入 然後我就買了東熱膠來 東熱膠 衝人去 聽說很臭 超臭欸 因為他是動物的膠質 鹿皮還是什麼 那我反正我後來就送給前台妹妹 還送給人家 天裝好人 所以如果在古代 然後奴婢端那個東熱膠 然後他 娘娘已經吃藥了 然後本哥就會 什麼東西啊 古人很愛大驚小怪欸 就吃個黃瓜也要勸阻他 生個氣也要勸阻他 什麼你們不能這麼生氣 我要生氣就生氣 關你什麼事 我們那時候要在上海辦活動 我就找不到我的板架 然後我就問我同事們說 你有沒有看到有一個板架 上面是我的照片 可是穿著皇后的衣服 然後我們同事就 公司 公司是台灣人還是巨人 大陸人 我說上面寫著美燕動人太辣黃貴妃 他說 穿著皇后的衣服 寫黃貴妃 我說你不要管 本來都是一個美燕動人太辣黃貴妃的資料 他說欸好了解了幫你找 然後他就開始在前公司到時候問說 請問你有沒有看到一個美燕動人太辣黃貴妃 你這個動作是為了要在辦公室立威嗎 那時候有一個新人他很想要跟我們拉近距離 就那天我們走走走 他從後面跑過來然後就勾了我的手 然後我就打說 放肆 我的同事就立刻 啊 不要這樣 然後我變了 不要這樣 然後從此之後 我不管他去哪裡 我就會說 劉珠 擺假 我在我的公司也會這樣 然後也會有一個gay很配合我 然後他上次就又走過來要讓我搭手 我說宋芝 他說怎麼了 我說減肥 你只要他媽幫我辦事 你到現在還有減秋 46歲還有減秋 我一開始就說他是宋芝 但後來講一講我發現不對啊 他如果是宋芝我就是肥耶 後來我就說 好吧不然 本宮今日就敬你為減秋 然後他還說 太好了 我努力得到精神 你要講減秋是誰 我就說減秋是本宮僅人公里的掌勢姑姑 他就說 所以 減秋是最大的嗎 然後他就很開心 結果某一次我又忘了我叫他減秋 我就說宋芝 他就說 娘娘 我沒有真紅 真的太痛苦 我就好想看好想看 然後我就買如意傳的書來看 我看最後一集 如意傳的最後一個篇章 就一定會哭 光看文字我就哭 我就在廁所裡面這樣子 就是在廁所裡面這樣 然後再看 然後看到解說 我在廁所裡面爆頭痛苦 我就坐在馬桶上 然後就 外面肚子痛的人 沒辦法用這個 我覺得應該可以期待 因為從目前釋出的消息來看 我覺得應該 不會 我非常愛走訊 好所以如果你也跟我們一樣 就是喜歡看甄嬛 然後到現在 還是遲遲 就是把這些東西 融入在你生活裡 遲遲不肯從清朝裡面 離開的人 歡迎在下面跟我們分享 然後記得喜歡這支影片 要按讚 然後分享給你所有的朋友 並且到泰拉的粉絲團 還有美麗天后阿蓋的粉絲團 去按讚喔 掰掰 掰掰 好了 退下吧 好記得 你的阿蓋